这句北京爱情故事的热播引发了很多年轻观众的共鸣 而剧中的主星骨身前导演编剧和主演的陈思成 也是收获了很多观众的认可 另外他在剧中和李晨张义的兄弟情呢更是让人感动 现在看完了电影剧版 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电影版的北京爱情故事了 可是电影版当中呢却没有了李晨还有张义的身影 这莫非真的如之前的消息所说 他们三兄弟闹不合了吗 看一下我们编导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这次拍电影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请电视剧当中的两位好兄弟 李晨跟张义来 电影讲的故事跟电视剧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电影所有的演员都是我认为最合适的 如果他们合适我会继续请 但是因为电影的容量很小 我没有把它们写上 那那两位好兄弟有没有想过也来客串一下 或者是给你来怎么助阵一下 客串这个角色我们主演都已经十多位人认识 真正客串的都没有太多的那个 因为共同出演的士兵突击和北京爱情故事 陈思成李晨张义的感情一直十分要好 然而北京爱情故事播出时却传出 身为兼剧兼导演的陈思成 削弱其他戏份 宣传也集中突出自己和佟丽亚 令李晨张义不满产生心结 而这次的电影版 陈思成也并没有借此契机 再次请来李晨和张义 以打消散人不合的传闻 让三兄弟的关系再次成为焦点 也是因为他们的身价高的请不动 还是关系弹的请不来呢 没有像您说的这种 弹的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 在 禁止 感谢观看